她被称为朝鲜第一女儿 12岁的时候就被授予将军军衔 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将军 金正恩多次带她出现在大众面前 参加各种峰会 小小年纪的她却毫不怯场 她就是金正恩的公主金主爱 那么金正恩为何将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推向大众视野 她这是要培养朝鲜的第四代接班人吗 在朝鲜 国家领导人的家庭 通常都笼罩着一层神秘面上 对于金家有几个孩子 外人根本无从得知 2022年10月份 金正恩首次带领女儿出现在大众视野 这是金正恩曝光出来的第一个孩子 因此她被大众称为朝鲜第一女儿 据说金正恩有三个孩子 但金主爱相比于金正恩的其他子女 可谓是从小就出尽了风头 自2022年年底以来 一个长相酷似金正恩夫妇的女孩 多次出现在金正恩身边 甚至还被印在了朝鲜官方邮票上 邮票选取的照片是以朝鲜新型洲际导弹为背景 照片中金正恩父女手牵着手 与士兵挽着手臂合影 态度十分亲近 在朝鲜建军75周年纪念会 宴会后的合影环节 金正恩更是将C位留给了金主爱 自己和李雪主则坐在金主爱的两边 身后站的是朝鲜最高级军官 让金主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2022年11月27日 金正恩与金主爱一起见证了朝鲜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时射 在现场 金主爱俨然一副总司令的模样 与士兵们握手交谈 并且合影留念 完全不像一个十岁小姑娘该有的样子 正是这次活动后 她被朝鲜媒体称呼为新兴女将军 在之后的活动中 无论是阅兵还是发射卫星 金正恩都会带着金主爱 并且都是站在金正恩的身边 这都说明了新兴女将军的称号并非子虚乌有 也就说明 金主爱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女将军 这不仅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 说明朝鲜未来后继有人 同时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和鼓舞 金正恩不仅可以保护好我们的国家 也有能力保护好我的家人 那么金正恩究竟是否想培养金主爱当接班人呢 她被称为朝鲜第一女儿 12岁的时候就被授予将军军衔 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将军 朝鲜第一女儿金主爱被授予将军军衔 也被称为朝鲜新兴女将军 金正恩将她曝光在大众面前 是要将她培养成继承人吗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偏偏是家中的老二被曝光出来 有人推测金正恩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 因为据说金正恩之前买过男孩子的玩具 但这种说法很快就遭到了质疑 万一金正恩就是买来送给金主爱的呢 都授予他将军军衔了 还在乎玩具的男女之分吗 另外金正恩与美国NBA退球星罗德曼关系不错 朝鲜官方称 金主爱这个名字是经罗德曼之口才广为人知 2013年罗德曼与金正恩一家 在平壤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他说当时还有幸抱了抱金正恩刚出生的女儿金主爱 但是金正恩并没有向他提起过他有儿子 金正恩在朝鲜官方媒体上称 我们不管任何天下风云 也要纯洁地继承白头山血统 说到朝鲜白头山血统 指的就是金正恩的血脉 但东亚地区的国家都挺保守 不太能够接受女性领袖 但是金正恩上台后 朝鲜出现了不少的女性领导人 通过金正恩近年来 频繁带着金主爱出入各种峰会 不停地教导他如何管理国家 大有当作继承人培养的架势 更有消息透露 朝鲜多地近年来正在要求名为主爱的妇女改名 不过也有人觉得金正恩未必是要培养金主爱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也有可能是要让他跟着金正成为朝鲜第四代领导人的左膀右臂 要知道金正恩当年隐姓埋名出国留学 当他走到台前的时候已经二十多岁 但是他却没有将金主爱送去学习 反而将他留在了自己身边 多次带他出席活动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国留学 有人分析认为金主爱的亮相可能带有表演性质 并不一定是将他定为接班人 从执政历史来看 金正恩的儿子更有可能成为朝鲜接班人 他让长子远离公众视线 可能是在保护他的身份 有相关报道指出 金正恩和他的父亲 就是到了25岁左右才开始公开露面 那么金主爱到底有没有被定为接班人呢 朝鲜一位12岁的女孩被授予将军军衔 成为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将军 也被称为朝鲜第一女儿 金正恩多次带他出现在公众面前 小小年纪的他却毫不怯场 他就是金正恩的公主金主爱 2023年4月18日 金主爱在父亲金正恩的带领下 参观了朝鲜的国家宇宙开发局 他的亮相一时间成为了 舆论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当妇女二人一同出席活动时 金主爱总是能够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当他站在金正恩身旁时 他的气势甚至一度超过了 身为国家领导人的金正恩 这样的场面反映了他在朝鲜社会中 独特的地位 要知道身为国家领袖的子女 在童年时期的信息那可是最高机密 媒体一般是不会得到任何情报 但是金正恩却带着还在上小学的金主爱 频繁出席各种重要活动 这很难让人不产生怀疑 尤其是金正恩的其他两个孩子还没有对外公布 于是外界纷纷猜测 金正恩让二女儿频繁亮相 可能只是一个烟雾弹而已 当然也有人认为 金主爱在朝鲜军事活动上露面 可能是为了向外界表达朝鲜的和威慑力量 对朝鲜下一代来说至关重要 金正恩说他不喜欢女儿坐在和武之上 这被大家视为是在释放善意 也有人认为金主爱的五次亮相都与军事活动有关 很有可能朝鲜正在利用金正恩的女儿 来改变国防方面的宣传 表明其领导人正在为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朝鲜未来而努力 还有个人说法称 朝鲜媒体正在试图揭开金正恩的神秘面杀 向公众展示一个甜蜜家庭的和谐状况 金主爱现在不只是整天跟在父亲身旁 而且已经参与到了朝鲜的政治生涯当中 平时充当着金正恩助手的角色 比如帮金正恩安排日常行动 筛选文件充当联络员等等 金正恩也总是带着金主爱出席各种活动 而金主爱的表现也没有让她的父亲失望 无愧于朝鲜第一女儿的称号 但是对于一个目前还在上学的女孩来说 这无疑是非常辛苦的 针对金主爱能否成为继承人的问题 大家是众说纷纭 可是金正恩今年才40岁 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有点为时尚早 可是就目前金主爱的表现来看 就算日后她不能登上朝鲜的政治巅峰 也会是朝鲜的一张新名片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